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5月3日礼拜一的第一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本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昨天的凌晨时份 有一名57岁的男人 当街不省人事 送院之后证实不治 原来这个人在六日之前 曾经打过科兴疫苗 使得曾经接种疫苗的死亡数字 去到28宗 而最新的比数就是22比6 22就是科兴 6就是復必态 第二宗消息 在5月1日的早上 有一名31岁的男人 就走了去打科兴疫苗 打完针之后 谁不知那支针筒就拔不出来 要送院求医 在说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昨天 当街不省人事 那个人 究竟的详情是怎样的 卫生署引述医管局报告指出 有一名患有高血压 慢性阻塞性肺病 以及肥胖的57岁男人 4月26日 就去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打了第一剂的科兴疫苗 6日之后 即是昨天的凌晨 就被发现在街上不省人事 送往博爱医院急证室之后 去到昨天早上离世 卫生署就说 他在打针之后 逗留在接种中心观察期间 并没有任何不惜记录 卫生署又强调 这宗报告 没有提供到临床证据显示 事件是由疫苗引起的 医管局会向死因裁判官 呈交这个个案 个案亦会由专家委员会 作因果关系评估 卫生署就说 本港暂时接种了127万5300剂疫苗 当中 曾经在过身之前14日内 接种新冠疫苗的死亡报告有14宗 占了疫苗接种总剂量的0.001% 但全部都没有临床证据显示 事件是由疫苗引起的 这就是卫生署的说法 我们经常看到 当有些人打完疫苗之后 走了 卫生署当然会说说病人 究竟他有什么背景 什么病例 这个又说他是胖伴 实际我也很想理解 其实这个胖伴是如何界定的呢 十个男人 老实说到中年 发福九个都胖伴 剩下一个可能有健身的 有做运动的 他就不胖伴 一般的男人很多都胖伴 难道胖伴不能打针? 那个人走了之后 你就很说他是胖伴 还有这个胖伴 也不知是如何界定的 究竟像是胖到淋雪 或者是匪姐那种胖伴 还是有个肚腩 都叫做胖伴 你怎么来定义 是不是按照BMI来计算 要交代一下 要不然 你一尾就说肥胖 你估计市民会怎么想 是不是 打针我都觉得是没问题的 但是 当有些市民 曾经是接种过疫苗 而走了 当处方去公布这个事件的时候 往往就会说 这个市民是曾经患上了什么慢性病 或者是胖伴 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好像市民自己够有自取 那卫生署不如解释清楚 是不是胖伴不能打针? 如果不是 那为什么经常杀有介事 说那些人是胖伴? 瘦的不见你说他是瘦的 接着我们看看 第二单的消息 就是关于有一名31岁的男人 在5月1日早上 去到了香港中央图书馆的疫苗接种中心 打第一剂的科兴疫苗 护士就帮他在左手的手臂上打针 打完针以后 针筒就没办法拔除 要叫救护车送往 勒敦至医院救治 由医院的医护人员帮手移除 其实整件事都真的相当古怪 究竟是护士的问题 还是针的问题 因为报道没有交代过 他打针的科兴 究竟是连针筒的科兴 还是有个罐子 要另外找针刺出来的科兴 报道没有交代过 但是无论如何 这些事件也是很奇怪 针又不是有倒勾的 怎会刺进去之后 拔不出来 去到医院之后 又能够拔出来 硬拔吗 还是怎样 没有交代 这些是奇怪到极 另外 原来在三月尾的时候 也出现过一宗打断针的事故 有一名48岁的建筑工人 3月25日打科兴疫苗 他说当时护士在他左手的手臂上打针 那支针突然跌到地上 但是针嘴还插在手臂上 滴出水珠 护士先收起地上的针筒 再拔走手臂上的针嘴 后来就要帮人士再补打一针 即是连吉两获 那是否那些护士也质素参差呢 因为很多低级事故是发生了的 比如说这些什么打断针 跌针落地 又或者是有些记录错了 也明明是打伏必泰 又说他打了科兴 这些是护士的问题 多于疫苗的问题 我的看法就是 也不知道在哪里请回来的人 真是有没有专业资格 做事做得这么厉害 也有的 接着我们就看看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 评估委员会的共同召集人 孔凡毅专家说些什么 原来自从香港打疫苗以来 至少有29人打完针后面痰 有22人打科兴 7人打伏必泰 所以在针后面痰方面 都是科兴领先的 22比7 孔凡毅专家说 他留意到 接种科兴之后面痰的病人 较多是男人 而且以左边面痰 较为常见 大部分在打针后 48个小时 发生的 我看见那些照片 也是左边面痰 左边面痰 但是这件事情 究竟是 临时性质 还是长期性的 这件事情都要告诉市民 你说针后面痰 如果要坦一会儿 只当是休息几天就算了 如果是长坦 不得了 有些人可能是很英俊 真的要考虑一下 到底是否要打科兴 孔凡毅专家说 港大正正在进行研究 如果几个月后发现 科兴疫苗针后面痰的个案 明显是较前几年同期增加的话 便会建议科兴在疫苗指引上 加入面痰作为副作用之一 其实这有什么作用呢 现在有些人事实上 就是打完针后出现面痰的情况 究竟 你孔凡毅专家的判断就是 这些人本身不打针都会面痰痰 还是打完针后才会面痰呢 究竟这些人能不能够得到赔偿呢 当你写了这个面痰作为副作用之一之后 如果有些人打完针后面痰 他又能不能够得到赔偿呢 因为这个基金到现在 似乎一元都没有派过出去 现在就说有二十多宗的面痰个案 29宗 这跟打疫苗有没有关系呢 不如你又公布一下 因为你作为专家的召集人 孔凡毅专家还提到 由于接种科兴的市民 平均年龄较接种復必泰高出20岁 加上较多人有观心病 心脏病 或者糖尿病等长期的病患 如果他们未控制得好这些长期疾病 而又去接种疫苗呢 他们自然就会多些机会 有一些不良事件发生 基本上就跟疫苗接种没有关系的 听他们这样说 即是说有差就是市民自己的差 正一是拖鞋毡 听到啊 那些人本身未控制得好自己的长期疾病 就跟疫苗接种无关 所以之前有个蓝丝在这里 发梦又说要申请杀常什么什么 杀你毛 你先听孔凡毅专家说什么 是不是呀 你自己都控制得不好 现在还在那里赖疫苗 跟疫苗没关系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